说起来就离谱 这就是一期巨型史迪夫的目击事件 并且这次的情况相当的神秘诡异 在某天的下午两点半 两位玩家相约来到MC进行生存 他们挖了一特别大的露天矿洞 我猜他们是想在挖矿的同时 顺便收集建筑材料吧 不然谁他们要这样挖矿 吃力不讨好数一事 到夜晚时候 朋友因为有事 所以离开了游戏 总是他交代玩家 让他去收集羊毛制作床 以及建造牧场等等 玩家这笑脸是杠杠的 没一会儿就将床制作了出来 时间来到第二天 他在附近没发现动物之后 便来到对岸的沙漠 在那里他看到了许多的牛 可由于没有携带引诱他们的小麦 所以玩家只好将牛困于坑中 然后自己再折返回基地 但当他将一切准备完毕 再重新回来 眼前的场景 就禁定他心头一震 原本活蹦万跳的牛 此刻全化为死气沉沉的掉落物 在周围还遍布些许多奇怪的红石 而这些红石应该不是牛身上的 因为玩家还发现 除了这里外 前方还有很多 毕竟每处红石旁都有个小坑 因此便能推断 小坑是脚印 红石则是从这个袭击者身上掉落的 玩家顺着这些痕迹 一路跟了过去 但在来到河边时 脚印却省地消失了 正在他为此困惑之际 忽然发现后方竟有个旁人大物 究竟史丽谷就这样死死地盯着玩家 并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玩家稍微冷静了下 便想从侧边悄悄靠近 好好地观察一下他 夜晚时分 玩家终于来到附近 可收入眼底的 却什么也没有 正当玩家决定要离开 发现血情史丽谷 竟出现在原先他所在的位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次这刚一抬头 便看见张令人惊恐的巨脸 玩家被迫躲进了矿洞中 直至天亮才走出去 这是巨星史丽夫 又一次神秘消失 那按照先前的情况 不难看出 巨星史丽夫在跟踪玩家 要不然他为什么每次出现的位置 都是玩家之前待过的地方 至于目的 我觉得应该是巨星史丽夫在观察玩家 然后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把他给打掉 回到上面之后 玩家十分警惕地查看了四周 附近的非常安静 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一情况不禁令玩家稍微安心了些 所以他便去整理背包的物资 然后当鼠标移到先前的红石上 显示出的名字 让他有些毛骨悚然 并且在当玩家整理完后 发现矿坑之中 还有次不对劲 没错 巨星史丽夫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一次比一次的距离要近 所以下次的出现 会不会就是玩家的末日呢 但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下去 因为朋友回到了游戏 可能是巨星史丽夫 感知有他人进来 所以在玩家带朋友过来查看时 他又不见了 而玩家接了连三的制作恐惧 让朋友的忍耐到达了极限 于是 他将玩家带进小树林 干掉了他 并且还把他驱逐出了服务器 据说 在这之后 朋友也遭遇了巨星史丽夫 离谱的是 他还被史丽夫袭击 致使服务器崩溃 我会计判断的 我会计判的 我会计判的